最近湖南卫视重播的环珠格格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这部伴随了大家的童年 又伴随了大家青年 现在还要伴随大家中年的剧友回来了 赵薇第一时间就得知了消息 还用小燕子跟大家问好好久不见 湖南卫视更是贴心 这次送上的可是20周年的高清真详版 大家这几天发现了吧画质好多了 而且更良心的是人家五级连播 现在哪还有这么痛快的电视剧了 而且更厉害的是 哪怕剧情都快背过了 现在重播还能拿下收视率冠军 而且还是在早上播出的情况下 还记得苏友鹏在参加快乐大本营的时候 无助的说 现在不论我怎么转型都没有 一到寒暑假湖南卫视就会把我打回原形 苏友鹏昨天发消息说 听说最近又被打回原形了 没错又被打回去了 不过说到这次重播还有些不一样 这次环珠格格的重播距离上次已经时隔四年了 为什么这四年里停播了呢 琼瑶在回复网友的评论里道出了真相 原来当时琼瑶因为余政抄袭而跟他打了官司 跟湖南卫视也有了一些间隙 所以就收回了版权 现在芒果台又找到了琼瑶想要版权 琼瑶回应到都在写书谈生死的问题了 还有什么事情看不开呢 一笑闽恩仇就把版权又授权给湖南卫视了